我们的节目曾经拍摄过许多童年想要逃离家业 或者是长大已经远离家业的孩子 最后因为爸妈年纪大了 家里需要人手还是回到家乡 其实心中对父母的牵挂 就像一条隐形的线细在游子们身上 时间到了这条线就会把孩子们拉回来身边 就像这个在彰化渔村长大的八年级女生 从小要帮忙家里挑文革 常常是全身弄到都很腥臭 长大以后他如愿到台北担任公关 一路升到了主管 每天是穿得碎碎喷得香香的 开名车生活和收入都很优渥 没想到一场疫情重创了老家的文革产业 内销外销的通路都断了 损失高达上千万 但是爸妈根本无力解决 这个时候如果他再不回家帮忙 传承三代的养殖事业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回乡以后他发挥公关的经验 为家里打造品牌 开发新客户和新产品 虽然挑战很多 还好身边有一位超级助手 原本念外语的弟弟 特别转念海洋科学 研究怎么克服气候变迁 养出更健康的文革 姐弟两年手翻转了渔村的未来 其实我对这个文革啊或显啊 就是又爱又狠 我很小我从小学的时候就要去帮忙工作 就是要去挑文革 然后那文革通常都是有臭或是坏掉或是又土 所以每次去都弄得很脏 然后又很臭 这大概是每一位在海鲜渔村长大小孩的新生吧 杨鱼化从小就习惯行行海味 分不清楚是从空气中还是自己身上飘出来的 蛤蜊只要在发臭就是不能出货 所以以前只要假设你有抓到 或是夏天有抓到那种蛤蜊在发臭 你就只能一直挑一直挑 挑到它没有问题你才能够出去 如果是遇到有问题的 真的是做到半夜9点10点都还在做啊 几年前杨鱼化就已经是公关公司的中阶组管 开名车连薪500万 当时没想过有一天又从台北回到汉堡乡下 比伴她长大的文革为母 只是这回心情不一样了 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其实外销的需求就锐减了 我们那时候交的连锁通路被并购了 所以也导致说我们内销的通路也断掉 可能加起来就千万 因为会流汗啊 是冬天现在比较凉嘛 如果夏天就很可怕很热 然后而且风会一直扫 所以基本上就都素颜 穿雨鞋就最方便 因为鞋子都会脏嘛 然后我们都会卡到那个泥巴啊 或者说踩到海水 所以就直接雨鞋最方便 那你以前的高跟鞋呢 就长灰尘 以前都要穿什么 就是穿像你说的啊 高跟鞋啊 或者说像smart cadgers的衣服啦 光鲜亮丽早就成不往 班重路或满手泥沙才是日常 她回家是想把公关业累积的经验 帮家里打造品牌 清楚知道说我如果今天不回来家里 默默的我爸以前打拼的东西 可能就到这边了 因为家里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 去再开发新的客户的 我不是说家里的事业很好 我来接棒 我接着就回来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要去找出新的出路 在我大学的那几年 就是文革开始大量暴毙 然后基本上就是整个西部的台湾都是 然后连我们家自己也是 对 然后我每天就回来看到 我爸妈都愁眉苦脸了 我辛苦养了一整年 只收成不到一百斤 代表说我只抓不到成本的一% 对啊 所以其实非常可怕 可以说整池都赔光了这样 气候变迁让养殖越来越有挑战 跟姐姐一样看着家里危机 不能只有甘昭籍 原本念应用外语的杨家宏 立刻转学从零开始 转到海洋科学就是变成说 我以前读的那些东西 学分完全都没有用了 对所以我从大二下到大四下 我两年修了128学分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说 算是没有什么大学生活 他毫不考虑毕业后直接回家 满腔热血的要将学到的知识 拯救家里的文革 没想到大破他冷水的人就是爸爸 那些都没考虑的 对啊像像像 永远都在睡都吃到老色 那些都没考虑 就我会觉得其实 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的努力 自己做的努力都被否定 我会觉得还蛮难过的 那段时间杨家宏常常因为爸爸一句话 就把花一整个上午做的一生剧 全部倒进池子里 他会觉得说 啊你读书回来 你读书你都是读那些东西 你回来你又没有实际养殖 你要怎么去说服我这样 我做的是进节 然后我还会第一世纪来看说 里面的水质一些参数的状况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做 把每天从余温采集到的水质状况 记录下来 25岁的他跟养了30多年文革的爸爸 方式很不一样 我用科学化养殖用静检来看 我能够在甲枣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只有零星几颗的时候 对于养殖对于文革没什么影响 我就赶快来做处理这样 他们比较多的是 骑机车骑过去 然后说看到这个词子 这个词子水OK还是水怎么样 然后再来想下一步的措施是怎么样 我说这样不行啊 我说这样养的蛤蜊不会大啊 不会长大啊 不会漂亮啊 我们以前的人就是看一下水色而已 这样可以OK就养了啊 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是怎么办要拼谁的 没有啊 我们来试试看说是养 试试看养看看啦 一个人一个方法下去试试养啊 结果后来是我稍微养的好一点 比较饱满然后壳比较漂亮一点 对所以后来就是渐渐的爸爸那边就慢慢的放手 就是让我去去做啊对 那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会啊 喂 哦好那个那就帮你安排 安排 下下礼拜出货嘛 这对八年级姐弟一个负责行销找通路 一个用科学化方法 养除又大又饱满的有机格 也为年曼渔村带来新气象 很多人会觉得说 诶我很像是某某某的女儿 或是说我就是回来家里坐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打打电话用用电脑 做一些文书 可是其实不是啊 因为你没有第一线真的到现场去了解各种状况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好的判断 你也没有办法去 我觉得是统筹也好 或是说带领大家一起走到更远 跟更多突破的 31岁的他还是产销班班长 带领一群年纪 都可以当他爸妈的渔民 开发加工品 打品牌团体战 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一方面压力很大 一方面又觉得说其实很开心 因为自己回来家里做的事情 从以前人家觉得说 不知道他女儿在搞什么 然后到后来人家愿意说 叫你女儿出来当班长 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肯定 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肯定了 可以有女强能特别的洋文化 想说自己真的很享受工作 有了弟弟这个左右手 他更能全力往前冲 为自家产业找出路 也翻转于村未来 好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